Odiar Jungle Odiar Jungle 原标题 世界第一贪官 婆八十七岁 未被处罚 曾下令 强奸华人妇女赏两元 说起贪污犯 在之前热映的人民的名义中有很多的贪官 在他们的人生中只有敛财 电视剧中的贪官家里的钞票墙和钞票床 给了观众深刻的印象 世界上也不是只有我们一个国家有贪官 那谁是世界上的第一贪呢 根据国际连结组织的调查 前印尼总统苏哈托以350亿的贪污 高居世界贪污榜第一名 苏哈托生长在印尼的一个小渔村里 家境的贫穷和长期的寄人篱下 让他从小就渴望金钱和权利 在底层摸爬滚打到青年 早早的就加入了荷兰的殖民军队讨生活 在军队里没有学到军人的精神 却把殖民主义的学了个彻底 后来荷兰的殖民军队在二战中 被日本鬼子打败了 苏哈托见风使舵的就加入了日本的走狗队 奴役同胞服务日本人 在这个时候 他又被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折服 觉得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力量 由于在日本人的手下表现得好 苏哈托掌握了印尼大部分的兵权 成为了印尼的第一大势力 随即发动政变成为了印尼的总统 将印尼带入了军政府的时代 一上台就大肆的敛财 用管理军队的方法管理国家 所有的机构中都是苏哈托的人 他成为了印尼的国王 印尼当时的大部分的财富都被世代勤劳的华人所拥有 苏哈托怎么从印尼人手中包 消夜没有华人掌握的经济财富多 一直在日本人军队的他 也被洗脑的极度反华 连带着手下的军官也十分的仇视华人 尤其是他们最喜欢的钱 都在华人手里 苏哈托授意手下发布了对华人的迫害 甚至颁布强先一名华人妇女 可以领取两美元 这样在印尼发动了暴动 50万的华人被残害至此 他们所掌控的财富也全都被苏哈托家族赌走 成为了他们的私人财产 后来印尼人民的生活已经无法维持 他们又将苏哈托轰下了台 却无法追回被他家族拿走的财富 虽然下了台 但是大权还是在苏哈托的手里 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他的人 每天的动向都瞒不了他 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却在2008年在医院里像个国王一样的去世 活到了87岁 完成了他童年对财富和权利的梦